我是安利根 歡迎回到我們的鬼滅之人模組生存 那麼在上一集的時候 我們是玩了月之呼吸 那我們也順利的把蛇柱給打倒了 而且我們解開了上弦之6的血戰 還有下弦之1的血戰 最後我們在挑戰水柱的時候 失敗了 不過之後應該是可以打過了 因為上一次其實我們只差一點點 就只差那麼一下的普攻 我們應該就贏了 真的很可惜 那我們之後再來挑戰吧 今天的話我們一樣會先來玩日輪刀 不過在那之前我們要先把我們身上的裝備給修一修 還記得我們上一次被水柱吧 全身的裝備都快打爆了 全身的裝備只剩下雨汁 我記得原本應該是有穿頭盔褲子那些的 全部爆掉了 所以最後傷害才會變這麼痛 不然老實說應該是可以打過他的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先用暫時把我們的頭盔、靴子、褲子先做出來吧 好啦這邊我們都拿了一些星星妹礦石 我們樓康這邊其實還蠻多的 那我們先做出個這個對付 那這一次的話我們來做無一郎的好了 無一郎的做法蠻簡單的喔 他的這個對付只需要加上四個羊毛這樣擺 就可以變成無一郎的對付了 那我們拿下來 再來就是我們也要附個魔 哎呀又要下去了 那我們先來把我們的日輪刀給做一下好了 還記得我之前有說啊 其實還有兩個是隱藏版的呼吸法 應該是說這是他們模組自創的兩個呼吸法喔 那今天我們要來玩就是標題所說的 櫻之呼吸喔 那櫻之呼吸的話 還蠻多實況主都玩過的 但是他們的取得方式 都不大一樣 那我的取得方式呢會是 用合成的 對 這個是他原版在遊戲內就可以這樣合成的喔 這不是我亂寫的喔 這不是我自己寫的 這是原版的這個鬼滅模組就可以這樣做的 那我們就來玩玩看這個櫻之呼吸吧 那再來就是我們隊伍先把他附魔 我們就可以去打鬼囉 那至於我們這個櫻花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 去看之前影片你就會知道囉 會不會有人問啊 應該會吧對不對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謝謝各位 好啦 這邊先賀的應該差不多要開始生鬼了 我們現在開啟斑文 然後開啟這個的賀刀 這樣子的話這把就是賀刀2了嘛 來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有幾個型 他應該會有1234567 欸沒有7耶你的7跑去哪 還有890 喔唷這個型還蠻多的耶 他一共我到10隻型可是沒有7隻型 所以一共是9種 OK沒有問題我們來試試看吧 首先是我們的1隻型喔 1隻型的話叫做櫻花亂舞 喔這個是一個慢速裝飾 然後路徑上的全部給他砍爆 感覺好像蠻有趣的喔 好像還不錯喔 感覺還蠻有趣的 嘿 嗯配合我們現在啊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能力還算都蠻高的 所以砍起來還蠻痛的喔 來喔 OK感覺沒有問題 唉有沒有什麼比較厲害的鬼 我們再來挑戰個什麼上弦之類的吧 對看看能不能先挑戰個玉弧啊 那其他的 欸大哥耶 嗨大哥好 其他的下弦好像我都沒有遇過嘛對不對 唉唷就是刀將耶 之後我們有多一點那個高純度的礦石再來跟他換 欸 我看到那個蝴蝶忍啊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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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挑戰柱 來來來來來來 OK的沒有問題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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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流鷹的話也是一個衝刺的感覺 我們換下一招 三字型叫我靈鷹 等等我剛才是不是就叫他流鷹 鷹流啦北七 精彩 這個是跳起來 對不對 我剛才又沒有跳起來是卡到嗎 對這跳起來然後往下衝 這好帥喔 超帥的再來 他死掉了 可是他沒有丟刀 有有有他有丟刀 好水啦好之後就玩你了 這個應該也可以用修的吧 然後我們現在有點 中毒嗎還是一直被打 好像是一直被打 來 這招好帥喔 我喜歡耶 你看這招就是這樣跳下去 然後往下衝 超帥的耶 天啊 哇這個我很喜歡這個我很喜歡 其實我最近也是在自己研究做魔柱 然後我也在嘗試做出一個自己的呼吸吧 還記得我們之前有個九隻呼吸嘛 那其實之前啊不算是用模組把它完整出來 其實不是用模組呈現啦 所以之後我是有打算用模組把我的九隻呼吸給做出來的 對就大家可以盡情期待一下 雖然還不確定會不會做完啊 這招超帥的我覺得這招可以拿來參考一下 對這種戰鬥方式 因為我有一招是往下劈砍的 對我覺得這個應該蠻好用的 嘿 試下去 超帥的 來我們換下一招 四隻行 鷹魚 來來來來來 喔這個也是跳起來 欸這個鷹之呼吸好像很喜歡跳起來會衝刺對不對 來喔 它感覺好像 嗯 打不到它下面的東西 欸其實打得到啊 剛剛為什麼沒有打到那隻方向鬼 對它是跳起來然後對下方一定的範圍內的怪物 全部給斬殺喔 還蠻帥的欸 我還蠻喜歡這個鷹之呼吸的喔 嘿 喔你是在炭治郎欸 其實我還想要多刷一點炭治郎的刀 呵呵 因為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讓他們那個無CD的援武變超強 呵呵呵 好啦之後再來 欸水柱欸 等一下我應該要先看一下我的那些耐久度都還夠不夠 我們先跳上去看一下 耐久度的話我們靴子已經不見了喔 完蛋 欸我們的鑽石頭盔 鑽石酷酷 胸甲 應該應該還可以再撐一個柱 來試試看吧 欸我先等那個斑紋效果結束 因為斑紋效果要等它 效果結束才能重新開啟 然後讓它那個持續有斑紋的效果 這樣我的攻擊力才會高嘛 我先等它一下 來試試看吧 這裡5 4 3 2 1 OK可以開啟斑紋了 來吧 這裡我們再開啟一次 這樣子的話我們應該就變很強啦 來喔 吃個東西 我們再來挑戰一次這個水柱喔 希望這次不要死掉 衝啊 我忘了先砍他一下 北七喔 我們乾脆來下一招好了 五隻型叫淨花水月 嗯哼 這是死神的懶懶的招數嗎 哈哈 好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那些 欸 這招是怎樣 那個聲音是他的還是我的 欸 是我的耶 對那個聲音是我的耶 他跟他的十一型聲音是一樣的 來喔 嗯 有砍到人嗎 這個好像是 會傳送對不對 對他會傳送過去 然後傳送到他的另一邊去 可是有砍到他嗎 我不確定 我們換下一招六隻型 鷹吹雪一閃 喔 這好像很猛欸 會 喔這好像很厲害耶 一個非常用力的平坦 我最喜歡這種招式了 吼 來來來來來 我應該不會輸 應該沒問題 好 會 再來下一招 八隻型千本鷹 這個絕對是死神的招式 哈哈 哈哈 千本鷹井炎 哈哈 這已經是死神的招式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但 對 我先跳上去等一下 我的裝備好像快爆了 欸沒有耶 我看太久度 喔頭盔快爆了 頭盔快爆了 我應該要先吃個東西 喔 有點危險有點危險 下一招 一場春夢 聽起來怪怪的喔 嗯 這招是這樣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來喔 嗯 嗯 這招在原地突然蓄力一下 然後 再砍出去 是不是 好像是喔 好像是這個樣子喔 在原地先蓄力 然後再往前衝這樣 嗯 這招好像有點難命中欸 我 比較喜歡那種容易命中的招 因為太多招他會miss掉了 來 再來一次 嗯 這招很容易miss 嘿 喔唷唷唷中了中了中了 這招不好打耶 我們來實之型 來喔 櫻花浪漫亂陰 嘿 這個也是沖式的招啊 喔唷 你也會沖耶喔 你也很會沖 它剩45滴血的應該沒問題 30滴 啊 我頭盔爆了我頭盔爆了 天啊 完了 哇 這個水豬我們已經背在牠手上幾次了 3次了耶 誇張了誇張了 可是我覺得這次應該比較平常是因為我都在鬧 這個是誰 這個是煉柱 我剛以為是那個是異窩座 不然就麻煩了 如果是他的話 我應該又被秒了 趕快找一下我們的裝備 哇哩咧 我們已經被他打死兩次了 太麻煩了 這傢伙真的比較強一點 他的招式就是比較容易會 命中到人 像我剛才還蠻多招應該都是回通的 嗯...OK 好啦 音質呼吸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蠻強的 他的招式蠻帥的 但是命中率有幾招就是非常的低 我覺得他有一招是一般的皮感 那個的話就還蠻容易命中的 比較適合實戰中使用 前面有那個耶 你看我裝備又快爆了 我現在只剩褲子和胸家了 剛才少掉一個頭盔突然傷害變很高 太可怕了 瞬間把他們全部秒掉耶 漂亮喔 音質呼吸還蠻有趣的 接下來我們還可以玩蟲之呼吸耶 因為我們現在有蝴蝶忍的刀了 我在抽那個刀匠的刀的時候 都沒有抽到蝴蝶忍的刀耶 然後也沒有抽到香奈呼的刀 所以之後遇到香奈呼我們要看一下喔 那接下來呢 我還在想我應該會先去找竹子 然後做出竹之呼吸喔 之前應該有提過吧 那蟲之呼吸的話也可以先玩啦 就看各位怎麼想喔 如果你們想要先看到蟲之呼吸 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 如果想看到竹子呼吸先出來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 花枝呼吸的話就真的沒辦法了 後面有個很強的喔 花枝呼吸就真的沒辦法了 我真的要先去打那個香奈呼 等它吊刀喔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拿開訂閱我 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IG Twitter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是Hannigan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